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牛頓第三運動力的一些實力 第一個就是互推 當然有互拉互推的意思 就是我們穿著溜冰鞋 要穿溜冰鞋就是要減少摩擦 然後呢如果你去推牆壁的時候你就會怎樣 倒退 當我推牆壁的時候牆壁就會推我 這兩個人互相急掌 兩個人都互相後退 都互相遠離 就是我最後給你你就會最後給我 所以我們最後給你 或者是一些互推或者互拉的例子 我們這個拉的例子 就是這兩位大哥 我要問你說誰推誰誰拉誰 你都要搖來同學分別 你都要搖來同學分別 大家都分開 我推你你也會推我 你都要搖來同學 你都要搖來同學 出力推你們又要同學 為什麼沒有同學分別 為什麼我又拉的 也是一樣 你都要搖來同學 為什麼沒有同學分別 左邊的 右邊的 可是兩個人互相靠近 當你左邊拉 右邊 右邊拉 左邊 所以呢 他就是 他就會比較近 叫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比如說 我們平常可以走路 車子可以往前走 人可以往前走 其實也跟他有關係 當我人要往前走的時候 我的腳會向後面等 當我的腳對地板施力向後的時候 地板就會對我的施力向前 所以我就會往前走 就往前走 所以呢 他就會往前開 所以像 這是因為 他給我一個反作用力的關係 所以這邊有個車子行走的例子 這全部都是香港營業 這邊有一張砂紙 先將它放在一盆 原本是化布加原料的罪本月希小豬上面 小豬的作用是減低 砂紙和本盆之間的摩擦 或者是以滾動摩擦來代替滑動摩擦 這一輛小車叫做慣性小車 內有飛輪 並不需要手鏈的 首先將車放在砂紙上 由於砂紙和車輪之間的摩擦力很大 果然砂紙地收開了 今次改用一張砂紙 將小豬換成這些黑色青豬連用的罪本月希圓豬 再重複剛才的示範 結果和原理基本上是和第一個實驗相同 車輪和砂紙的摩擦力少了 但仍然比砂紙與黑豬的摩擦力大很多 就是讓你知道說 原來你會前進的原因是因為 你對那個地勢力向後 力給你的反重力向前 所以你才會往前走 所以類似的例子像是 人可以走路也是這個原因 賽跑的時候用起跑架幫你墊高架 你的腳向後一蹬 然後駐跑架也是要往前面一推 讓你往前丟出去 可以幫助你駐跑 可以幫你丟出去的意思一樣 或者是划船或者游泳也是一樣 船要往前進 槳要向後面滑 槳要向後面滑 所以咧 像划船 槳向後面滑 船就會往前走 槳向後滑也往前走 游泳也是一樣 尤其有什麼自由屍跟蛙子的時候會特異 疊次就比較難看穿 人這樣繁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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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自由屍或者是 疊次自由屍或者蛙子很明顯 就是你的手向後面滑 你的手向後面滑水 手給水施力向後 水給人反作用力向前 所以人就會往前走 所以呢 自由屍也是一樣 手向後滑水 反作用力向前 人就往前走了 所以這些都是 作用力跟反作用的一些例子 讓你能夠了解 看一下 謝謝